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原工商铺资讯台 威文,今个月工商铺的买卖和租务成交 无论是中数或金额都全线上升 而且还非常暢旺 而过亿元的成交更加上升一倍,有12宗 不如我们先请SK和大家讲一下 好,谢谢你,威文 在3月份最大宗的成交 就是在葵冲的街宝集团中心传动 以15亿元逆手 而另外,荃湾卓越集团中心 屯门精绵发展工业大厦 和粉岭村条公贸广场议期 这3栋全栋工厦 亦都已合共15.7亿元逆手 而写字楼最触目的成交 就莫过于是企业广场三期 合共5层的楼面,以约7.9亿元成交 其余还有不少的工商下 全层或分层单位买卖成交 3月份单计工商铺过亿元的买卖 金额已接近55亿元 今个月,商铺的中任市场非常刺烈 对比2月份成交中数上升接近1倍 金额亦凝升1.17倍 那Karen,写字楼和工商市场又如何? 今个月,这两个板块的买卖和租务成交金额 全部都以倍数级上升 写字楼升幅更高达1.66倍 更加有多宗传动工厦成交纪录 相信是受到政府工厦重建标准金额 保地价先度计划的消息带动 令传动工厦立即成为市场的焦点 整体,买卖成交中数上升超过五成 合共有671宗 金额约121.73亿 租务成交中数更升超过八成 有2145宗 金额约1.59亿 相信未来在第二季的工商铺市场 将会继续百花尘薄 中原工商铺资讯台 未来会继续提供最新的市场资讯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